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议会垂桌 情绪失控 议员对此不满 还说如果市长不道歉 就不让他上台背询 柯文哲今天为了让议事顺利进行 决定身段放软 在台上向全体的议会同仁鞠躬道歉 台北市长柯文哲议会背询 上台前被议员轮番炮轰 就是第一个要向议会道歉 第二个已腐含正式把那些资讯揭露 这两项完成了 才有质询 在议会拍桌这样的不当行为 向全体议会来道歉 柯市长不像他在选举前的时候 这样公开透明果断 甚至我觉得就是把议员当猴子耍 议员不满 日前依据特殊性关系 让柯文哲失控垂桌暴怒 要求市长道歉 就这样背隔了半个小时 不让他上台 柯文哲坐在台下 偶尔翻翻资料 偶尔沉思 对于议员轮番指责 不再有负面反应 决定放然态度 本人在上星期情绪失控 事实上在事后会经 当场就马上就打电话给 吴议长表达歉意 那现在在这里 在跟全部议会的同仁 表达这个道歉 表情诚恳 微微一举功 柯文哲说 愿意道歉 都是为了议事平顺 我们就让议事可以平顺的进行吧 这是最高目标 所以可以在这个目标之下去做 由于9月底 悠悠卡公司要召开董事会 议员询问 戴继权是否试任总经理 柯文哲表示还不晓得 以他来看 很难通过董事会的决议 但柯文哲总是脱续后 道歉再回归常轨 就如同他的最新诗言内容 把流浪动物定点喂食措施 比你为街友发便当 柯文哲首度澄清 我的天啊 我这个 没有啊 我在讲管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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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也太牵托了 只是在谈管理 没有恶意 也不知道外界怎会认为不妥 觉得这样的连结不合逻辑 柯文哲这回不认诗言 希望外界不要扭曲他的本意 UDN TV 陈玉冰 陈亚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